大家都在吐槽心态进MVP结算界面丑 但如果我把MVP结算界面放到主页展示的话 你看这不就帅气多了吗 想设置鸟和这种主页视频展示也很简单 只需要你录制一段MVP结算动画 或者是个人本命击杀视频 然后把视频发布到抖音 接着登录王者点击主页绑定自己的抖音 就可以一键设置完成 大家以后拿5杀了一定要录屏保存 然后通过抖音上传到自己的王者主页 这样别人只需要点开你的鼻 就能看到你的5杀超度了 王者奇怪的CP又又又又增加了 最近又有粉丝给女儿和推荐了几组 CP感爆棚的皮肤 就比如这对好家伙 原来当时爆炸露弹的竟然是莫子 那这好哥 那个女孩子 在我心里留下了一滴眼泪 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 这种情况在家宰页面会经常遇到 就比如连波和黄中 虽然扒杆子打不着 但你们仔细看这个页面 像不像是连波在给黄中戴帽子 第三对CP则是纳克路路的前陈静 和运动军的仙云弄桥 放眼整个峡谷 你很难找到两个拥有翅膀且会飞的英雄 你以为仅仅会飞就完了 不 这俩还会撒狗粮 姚妹看到之后 骂骂里的转身去找了明世尹 有小明牵着 姚妹表示再也不迷路了 第四对CP 小乔的纯白花架和云中军的仙云弄桥 本来以为小乔的纯白花架和周瑜的真爱至上才是一对 但直到我看到了这个家宰页面 小乔右边的半张脸 原来是云中军 姚妹听到之后 当场哭晕在了厕所 第五对CP 女娲的尼罗和女神 和云中军的何鲁斯之影 好家伙 同时出了三对CP 看来云中军才是妥妥的峡谷海王 看在这两位地位的份上 这对CP 鸟哥喝定了 第六对小乔的天鹅之梦和李信的一念神魔 小乔开大后黑天鹅变成白天鹅 暗信变身后 黑暗变成光明 这两位从黑暗一路走向光明 遇到你就等于遇到了光 寓意非常好 建议小王直接官宣 情侣皮看够了 我们来欣赏一下兄弟皮和闺蜜皮 首先兄弟皮肤给到张良和云中军 这两位一个才华横溢的学霸 一个帅气高冷的笑霸 敢问这对组合有谁不可 本期的闺蜜皮给到了真鸡和打击 玩了这么多年 我才知道 打击的魅力维加斯海报上的那只手 是真鸡的 第七对这一皮 安琪拉的十只旗驴和孙色的猫狗之鸡 思路情打开 从双方的加载海报来看 的确像是安琪拉戴着手套 然后脱起孙色下巴 第八对这一皮 一星的凤仪之兆和貂蝉的一玉五娘 这两位都是各自身穿 异国风情的服饰 非常突出当地的民风习俗 加上貂蝉是四大美女 而一星又是围棋天才 自古才子才能配家人 所以这对CP乃是名正言顺 第九对CP是韩信的飞横和貂蝉的幻灵魅影 两款皮肤的整体配色都以红褐色为主 而且这两款皮肤还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这两位的额头上都有印记符号 这很难不让牛耳哥多想 第十对CP上官网上的梁柱和真鸡的游园惊梦 虽然这两款都融入古典戏曲 但无论从人物构造还是服饰细节来看 完全没有半者的CP感 但直到牛耳哥看到了这张图片 你们说小王设计这两款皮肤的时候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故意的 是故意的 闻所未闻的出装来自未来的对局 万长各位说的胜率 本期我们继续谈点王者 真实存在了12个诡异账号 第六个账号的ID名叫鬼哭 光听名字我都觉得甚得慌 一个白板账号居然有2.8万人给他点赞 说明此人绝对不简单 英雄一共有三个 并且都是远古时期的老牌英雄 战绩也很正常 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件奇怪的装备 但直到我点开他最多的一把匹配 我人都傻了 十个人全部没出装备 并且零分钟结束游戏 最恐怖的世界把他对局时间 近年来自1970年的1月1号 第七个账号同样来自安卓KO区 ID名叫大胜取亲 看得出来号主应该很喜欢玩猴子 注意看这个人的对战场次 三年多的时间里 这个人玩了十几万场对局 并获得了十万多次点赞 平均一天要开107.06把游戏 并且每天还不能中断 打了十几万把游戏 至少也拿过国标啥的吧 不是 一万八千场的猴子 胜率2.8 你给我闹呢 还要悬测5000多场 胜率3.8 1000多场的终于 胜率2.4 为什么这个人每个游戏的胜率 都这么低呀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游戏 到底谁在赢 但我知道这个人一直都在说 诶等等 为什么这个人的姚妹 胜率这么高呀 99场99%的胜率 好呀 这人到底有什么魔力 第八个账号 一样来自安卓K楼区 是一个ID名叫 王者诡异我家的人 来看看他到底有多诡异 这又是一个人气很高的新号呀 注意看 这个人的英雄一共有六个 弹鸟哥点开英雄查看 里面只有一个老雅瑟 并且一共玩了两把 来 让我们看看他这两把的战绩 我去 又是这种奇奇怪怪的出装 出的装备 还大多数都是其他英雄的技能 咱先不管其他的 只查看雅瑟的那两把对局 第一把是用雅瑟打的匹配赛 并且斩获全场最佳MVP 出装也很正常 第二把同样是拿雅瑟打的匹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把双方的战绩0-0 请问对面貂蝉 首约姚妹是怎么阵亡的 为什么对面五人 没拿到一个人头 最诡异的是 双方只有红方雅瑟 和蓝方的貂蝉打了输出 其他八个人 为什么一直的伤害都没打 第九个账号 ID叫小轩一号 注意看 弹出来的人却叫强健 但波罗 什么鬼 为什么突然自动弹出这个ID 可以看到这个人 一共有四个英雄 但在他的主页里 我至少看到了 七八个英雄的历史对战 而且其中一局3v3模式 并没有显示英雄头像 直到我点进去之后 诡异的荧幕出现了 两边阵容数据全是空白 并且双方战绩是0-0 可以看到 这把3v3一共开了4分10秒 而且游戏外显示的战绩 的确是7-0辅助4个 到底是什么魔力 会让这局数据凭空消失 第十个账号 同样来自安卓K楼区 只有88这两个数字 咱也不知道这个数字 有啥特殊含义 这个人段位非常低 甚至从来没有脱离过青铜段位 但他的人气却异常的高 难道这个人是炸鱼主播 历史战记只显示四把人机 并且还都是今年3月19号玩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的英雄数据 好家伙 上来就是一排88.8胜率 难道就是ID赋予的特殊含义 他的每一位英雄 要么卡到88.8胜率 要么就是百分百胜率 蒜香 鲁班 吕布 敌人杰 猴子 后裔 鱼姬 杨简 干将 诸葛 孟奇 阿里 老虎 李信 加罗 以上鸟哥提到的这些英雄 这个人全部都是白场 百分百胜率 但为啥他里边的胜率这么低 八千多层的里白 胜率还不到百分之八 第十一个账号来自安卓 K路区 一个ID名叫 诡异人物的我家 一进来 尼尔哥就发现了不对劲 为什么他的主页可以同时挂上三个成用劲 点开战机 你会发现 这个人除了最近的一把匹配 其他的对局出装 同样都是奇怪的装备 并且最早的人机对战中 居然出现了卤弹 七秒购买六把破军的情况 直到我搜索了下面这个账号 一切不合理的地方都能解释通了 这个账号的ID就要官网内测号 而且还自带主格认证 对战场次和点赞次数同样高的离谱 不出意外的话 以上这些诡异账号 都是王者官方界的内部账号 虽然这个人的战绩隐藏 但我们从他的英雄战略中就能找出猫腻 就比如他的赔钱虎 2500一把 胜率只有3.4% 让我们点开个人攻略看看 看到没 出装全是我们没见过的奇怪装备 所以你所看到的一切诡异账号 全是小王再考虑